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演员又则唱 这一次酷爱K歌的韩寒终于又找到了一次一盏歌喉的机会 他在片场变身音乐指导 拉着两大男生共同飙歌 纵情欢唱 唱面惨不忍 能分享的人哪里去寻找到你了 你能游戏给你 剧组的工作人员坐不住了 对导演的歌迹予以了正义的审判 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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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寒欲重心肠的叮嘱记者 一部电影的诞生离不开每一位工作人员 一定要多报道幕后英雄的故事 有如此觉悟的韩寒 深入贯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针 积极主动地参与到电影幕后的电滴工作中 除导演一纸外 还担任了动物饲养员 首席试吃官 特约化妆师 奇妙音效师 等一系列不可或缺的角色 近日来气温骤降 在片场身兼树脂 忙里忙外 一刻不得闲的寒寒 终究不是铁人 在高强度的工作 和恶劣的天气条件下 不幸染上风寒 身体抱恙的她 轻伤不下火线 发扬艰苦奋斗精神 始终坚守在工作的第一线 面对突如其来的恶劣天气 剧组上下团结一致 众志成城 不仅提供姜汁可乐和各色下午茶 为大家预寒暖身 更有一股来自东方的神秘力量 寒寒全球迷媚应援会前来剧组 送温暖 俗话说 火锅和大叶更配哟 记者在剧组恰好碰上了这样一场戏 金牌吃货寒寒 亲自指导配料 上好食材搭配迷之锅底 让人不仅垂涎三尺 演员陆续就做 个个摩拳擦掌 大口吃肉 大杯喝酒 在热腾腾的火锅公事下 不堪忍受的导演寒寒 放下尊严提出了无耻恳求 演员盯着严寒和雨水 在接近临度的高温中 痛病快乐着 他们已经吃了八个小时 俨然失去味觉 分不清 咽下的是土豆 还是牛肉 而饥寒交迫的工作人员们 更是只能在寒风中 瑟瑟发抖 他们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 只可远观 而不可静止 他们的神情渐渐带滞 他们的身体失去控制 循着火锅的香气旋转跳跃 仿佛香气了遥远的家乡 然而 这一切都被导演寒寒看在眼里 谁也不知道 这个喜欢搞事情的少年 正在下一盘很大的棋 天场的另外一边 一顿饕餐盛宴 早已密谋许久 受功了 外面有火锅大宴啊 导演给全组人员安排的 十几桌火锅 早已准备完毕 还是熟悉的配方 还是熟悉的味道 大家纷纷表示 寒塞真是个好厨子 热腾腾的果锅温暖了人心 满满一大口美食下肚 一张张质朴的脸上 露出满足而羞涩的微笑 电影乘风破浪的拍摄 热趋白热化 此前公布的演员阵容 更是引来无限猜想 下期节目 记者将走近演员 看这些风格迥异的大明星 和该片二五八万的导演之间 会发生什么奇闻遇事 去院杂谈 让我们明天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